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娜不杀小飞 亮亮腔腔的就要往外走 出门不小心撞到一对贫女 被男人一拳大趴在地 一直注意着亚德利安的安娜 很快出来查看情况 见状心疼的不行要送亚德利安回家 但亚德利安迷迷糊糊 根本说不清自己家在哪 安娜只好带着亚德利安回到了自己家 看见没各位大兄弟们 教科书技巧来了啊 先是一副苦大深仇的模样 然后深情的坐在酒吧流泪 然后那样装作找不到自己家的模样 就很有可能被小姐姐们捡回家了 但这一夜两人是相安无事 亚德利安在安娜的沙发上醒来 然后立马尴尬的开着车去上班了 亚德利安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指挥家 怪不得能把这鱿鱼的气质表现的淋淋尽致 但今天她确实是没啥辛勤工作 干了一半就跑到酒吧向安娜道歉 说自己今天早上表现的太混蛋了 太对不如你了 接着为了赔罪 亚德利安带着安娜去看自己的演出厅 气氛突然暧昧起来 两人拥吻在一起 正这么很自然的 亚德利安带着安娜回了家 开局不到十分钟 两人就已经进行到最后一步了 又是一个激动的夜晚 不过可能是最近看太多了 但但觉得这场根本没啥激情 第二天安娜很早醒来 去卫生间发现竟然有两只牙刷 心想着亚德利安还挺细心的 竟然连牙刷都准备好了 看来早就想带自己回家了呀 就在准备刷牙时 安娜突然听到水池中有奇怪的声音 但她也没在意 洗漱完呢就在大豪宅中晃悠起来 你别说这亚德利安还真是又帅又有钱 安娜瞬间觉得自己算大发了 刚吃完饭两个警察来到别墅 原来是告诉亚德利安 悲论还没有找到 但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已经离开了国家 其中一个年轻警察 看安娜的眼神还有些意味深长 等警察走后呀 亚德利安只好说出了诗情 她告诉安娜自己的女友悲论留下视频分手后就消失了 所以她才找了警察 听到解释呢 安娜也释怀了嘛 毕竟两人已经分手了 现在自己才是亚德利安的女友啊 晚上安娜在洗澡的时候突然发现浴缸里的水一直在晃动 她有些害怕猛的站起身来 此时刷碗电扇雷鸣 灯也突然灭了 安娜更是惊慌失措 幸好亚德利安及时赶来给了一个安慰问之后 俩人又按捺不住了 亚德利安抱着安娜回到场上 正在激动之时 安娜突然看见家里的狗趴在镜子上 一动不动 这让她不能专心置之 亚德利安只好起身把狗赶走再继续 唉 这有了对象就不要狗子了 狗子得有多伤心呢 这天呢 安娜在浴室洗澡时又遇到了奇怪的现象 浴室的水吧突然变得滚烫 把它烫的不清 然后洗手池中再次传来奇怪的声音 这安娜还敢洗澡呀 立马是跑出了屋子 为了放松心情呢 她放着音乐在床上happy 突然看见一把掉落了钥匙 这钥匙很像是一个装饰品 她开心的挂在自己脖子上 晚上亚德利安回来后 安娜带着她听洗手池的声音 她总觉得屋子在闹鬼 但亚德利安却并不在意 她觉得是安娜想多了 第二天一大早 亚德利安接到电话 社长的一具女尸 让她去辨认 她很快赶到警局 匆匆看了一眼 说这并不是悖论 很快亚德利安回来 安娜似乎在隐瞒什么 着急着问亚德利安是不是悖论 亚德利安说 贝伦已经是过去式了 现在我爱的是你 这话让安娜非常开心 她抱着亚德利安 对着镜子露出了一抹 意味深长的微笑 而此时镜头 拉到了镜子后面 里面出现了一个 女鬼一样的女人 长大的嘴紧紧的 盯着面前的两人 哎呀妈 真是吓死蛋了 这女人长得也太神人了吧 是人是鬼啊 事情回到了几个月前 亚德利安接到指挥家的认雕书 深爱她的贝伦当然是陪着她 一起来到这个城市 两人住下了这栋大别墅 一开始的生活非常甜蜜 贝伦真心的为男人骄傲着 但很快生活给了贝伦一记重击 他看到亚德利安跟一个女下属 在办公室游会 尽管亚德利安解释这一切都是工作呀 但贝伦还是起了疑心 再之后他又看到了两人暧昧的短信 亚德利安说女下属确实崇拜自己 但两人啥也没干 贝伦当然是不相信的 他很是伤心 毕竟自己放弃了工作 跟着他来到了这穷乡屁壤的地方 现在他居然背叛了自己 在择之情况后 房东老太太给贝伦出了个主意 让他给亚德利安一点教训 看他是不是真的爱你 老太太带着贝伦来到别墅卧室 打开了一处暗门 里面是一间封闭的密室完全隔音 密室的镜子中正是卧室的那面 这是单向透明的玻璃能从里面清晰的看到浴室和卧室的情况 里面有发电机扩音器各种生活设施齐全 应该是之前战争时期留下的 房东老太太走后贝伦很快收拾东西拍了视频 在看到亚德利安快到家后 他激动的跑进密室等待了亚德利安的反应 很快他看到亚德利安拿的花回来 看到他的视频很伤心的样子 贝伦非常开心 他正准备跑出去给亚德利安一个惊喜 没想到怎么都找不到钥匙 原来他刚才匆忙跑进密室 钥匙竟然掉落在了外面 他大声呼救 但密室封闭性太好 外面完全听不到任何声音 想要打电话 却发现密室里面有任何信号 而这玻璃实在是太坚固了 贝伦怎么都打不开 这里只有几个锅器罐头能让贝伦维持升级 虽然味道难以气势 但有种命没有好 在密室中日夜琢磨之后 贝伦惊喜地发现击打水管 可以让水池中的水产生波纹 于是他不停地击打水管 但亚德利安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之后亚德利安带着安娜回了家睡了床 在镜子后面看到一清二楚的贝伦伤心痛苦 但怎么也没想到心爱的男友 才几天就带着别的女人回家 但是在看到安娜注意到洗手池的声音时 他还是兴奋地呼救 不断地制造更多的波纹 但安娜并不知道暗时中藏着一个人 他以为是有鬼出没 这天贝伦发现密室中的阀门 可以控制洗手间的热水 于是他正在安娜洗澡的时候 故意调到热水 看到安娜被烫伤后 贝伦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他透过镜子看到安娜 捡到密室的钥匙 他激动得又蹦又跳 但外面的安娜并没有任何反应 还以为钥匙是项链而戴在了脖子上 之后警察给亚德利安打电话 让他去认识 等他走后安娜在院子中散步 看到池上中水的波纹 他在一瞬间明白了什么 安娜魂开回到了卧室 在洗手池中放了水 然后大声的说开始 这边贝伦敲着水管给出回应 安娜问问题答案正确 贝伦就敲水管 不正确就不给任何回应 就这样安娜便确认 这里有一个暗门 关上男友的前女友 安娜非常聪明 很快拆出了门所在的位置 他翻箱倒柜在书家后面找到了密室的钥匙孔 他拿出钥匙对准钥匙孔插了进去 但在那一刻他犹豫了 然后迅速抽出了钥匙 来到镜子前说了声对不起 然后将水放出 他已经爱上了亚德利安 也因此不想贝伦再次出现 很快亚德利安回来 他抱着面前的男人 对镜子露出了微笑 为了不再受到烧烧 也不让亚德利安发现贝伦 安娜把卧室搬到了隔壁的房间 他以为自己已经赢了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几天后年轻警察找到了安娜 给他了几张照片 那是亚德利安和女家属一起优惠的照片 安娜伤心不已 本来和亚德利安想共度半身的心 也发生了动摇 回到卧室他不断的呼喊贝伦 但贝伦并没有给出任何配音 安娜害怕了 他怕贝伦就这么死去 他拿出钥匙打开了房门 看到了躺在床上了贝伦 安娜蹲下身查看贝伦的情况 却被脏死的贝伦一久拼打到头 晕了过去 贝伦抢子的钥匙冲出门 迅速的将安娜关在了密室中 他终于再次见到了太阳 亚德利安回到家后 看到镜子上贴着的他和贝伦的照片 窗上的钥匙 但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而史时房东太太招已经回了老家 安娜在密室中可能永远不见天日了 故事到这里结束 电影名叫《黑暗面》 前半段讲述了安娜的故事 后半段讲述了贝伦的视觉 安娜怕贝伦出来抢走亚德利安 所以他在贝伦开门时 犹豫了他没有开门 这是他的《黑暗面》 而贝伦在他出来后 反将安娜关在了其中 他在报复安娜也在报复亚德利安 但细细回味起来 这部电影不只有两个女人的《黑暗面》 其实亚德利安应该也早就知道 《暗面》的存在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就是那枚钥匙 贝伦由于匆忙把钥匙落在了地上 但后来安娜发现钥匙时 是在地板凹洞之中 钥匙出现在两个不同的位置 很明显在安娜来之前 钥匙已经在凹洞之中了 只可能是亚德利安放的 他在惩罚贝伦对自己的考验 另外一点是在警察 让亚德利安检查尸体时 他根本没多看就突然定不是贝伦 并不是因为他不相信女友死了 而是他知道贝伦在哪 所以在《杀人各有黑暗面》 被导演简删得淋漓尽致 但这只是待待我自己想的 你觉得亚德利安知不知道 暗门的存在呢?